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流星坠落 让时间凝穿 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太棒了 终于 终于你的专辑录好了 终于你可以 来节目里面介绍你自己的新的作品 我自己也期待很久 因为毕竟你的制作人是陈建琪 然后录音又在我家隔壁 然后我常常就会看到 看到她 看到她是因为 她就是在楼梯间 在那边想事情 就觉得 诶 怎么了 然后 卡住的时候 我还要过去跟你稍微聊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给了什么意见 但就是 就一直在期待你的专辑做好 机会与命运 终于做好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录音的过程蛮 蛮 蛮顺利的啊 是吗 我一直听到录音师说 诶 今天那个Hush又不来了 哪有 你是说永康街的 永康街的孝泉 对对对 永康街的孝泉 他今天原本要来 诶 又不来了 然后我就想说 诶 Hush今天怎么了 你知道我都会想说 诶 他今天又怎么样 没有 为什么 我有改过 好像有了 有改过一两次的时间 对对啊 嗯 因为我想说 诶 今天谁要来说Hush 诶 可是又不来了 好啦 这都不是重点 这都不是重点 对啊 重点是 嗯 很开心你可以来 然后我非常 非常喜欢 你专辑里面的编剧 很新 很酷 时尚 又时尚 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说 那个 黄孝勇 就是最近得了精英奖 最佳电影团体 李玛代的黄孝勇 就是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所以你跟他其实是有聊过吗 还是没有 完全没有 他就是完全抓到你的口味 没错 他知道我的一切 哈哈哈 其实我今天有一些问题 想要 想要问你 就是你觉得 一张专辑对你来说是什么 可能是像一个 阶段 生活的交代 或者是一个重要的 配件 因为你刚刚有说到时尚 也许你会觉得它是配 很重要的配件 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你情绪抒发的一个出口 你是怎么样看待一张专辑 如果用时尚的例子来举例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这样子感觉起来很像是生活的一个阶段性的感觉 因为如果每一个歌手都是一个品牌的话 那就可能他好像这一季他要推什么东西 等等 但我不会刻意去想说 我要做一张记录 某个阶段人生的专辑 就觉得 发专辑好像就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 只是每一次 每一次要发就想说那来玩一点什么花样 想一些什么主题等等 所以你是 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人吗 以前是 可是后来不是 因为我觉得 那样子写歌 其实蛮没有效率的 所以我就让自己就会 比方说这一阵子 都会用大富翁的角度去看事情 大富翁 对 因为新专辑跟大富翁有关 我今天被你的那个专辑骗 骗什么 可以打开 诶 他CD耶 总是一张纸 奇怪骗人 然后我就在旁边 对 在旁边 那个纸是命运轮盘 就你可以拿那个合起来摇一摇摇摇摇 它不是有一个小洞吗 对 你就可以看到从那个 我们从歌词当中挑很多很多的 两个字两个字 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一个词 然后你知道我多舍不得刮 那个吗 歌词 你可以不用刮啊 卖两张 没有你可以上魔镜歌词啊 没有我是在你Facebook看的 哦 对 对 因为我怕大家买两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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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是要买两张啊 哈哈哈哈 没有可能会要买到四张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它有可能可以送人啊 如果它真的就像你说 它是JG出的新的配件 我就是要买它 送给别人 欸我超 超时尚 超时尚 我都用时尚 为何 因为我不敢说自己真的时尚 但是其实你对自己穿衣服 是的确蛮有独特的品味啊 我觉得气场很重要啊 气场对了你就乱穿 哦 我今天看到有篇文章 它就是说 那个技巧练就有了 可是美感是天生 所以你觉得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气场 就是我刚刚说的美感是一样的吗 好像是哦 那你 那因为像其实你也写歌给别人 那些歌其实是他们older的时候你才写 还是其实你本来就有一些名单 就是或者是你自己的库存 然后如果有人来要了 你就可以嗯 这头给你这样 大部分 现在大部分的状况都是older 所以创作原本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如果今天要逼迫你 其实你可以被逼 那个也不算逼迫吧 我其实对那个 帮别人写歌词这件事情啊 嗯 我都觉得那就是 就是场上跟客户的感觉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写自己的 当然就随便乱写 我要写的就是 写什么都好 对写什么都好 然后 别人的腰词一定会有一个框架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 比方说这个歌手这次要出什么主题 要讲什么题材 嗯 那他们会有那个框架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个框架里面进行的发挥 嗯 而比较不会说 不找边境 嗯 就很像你知道海上钢琴师吗 嗯 他就是最后 嗯 选择还是回到他的琴简 在88个琴简创造无限的音符 啊 这个太浪漫了 哈哈哈 所以你自己平常是用什么创作 音符 音符 以前用吉他 然后现在就 就用电脑 88个琴简 哈哈 就就 没有好像只有49个 哈哈 哈哈 我的更有限 CV 我就在电脑前面 然后就开电脑软体 就 嗯 现在有的时候就会乱编一些东西 编了 编了一个大概才开始去想 诶好像可以唱什么样的旋律进去 然后再 所以是现有节奏 现有beat 嗯 然后你才想到旋律 然后再写歌词 所以这是你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的创作模式吗 嗯 比例上面来讲大概是三分之一 那再像 你最近通告很多 因为专辑发了吗 嗯 那在之前在写歌的那个时间里面 你一天大概花多少的时间在 创作上面 一天大概花多少 嗯 包含帮别人写歌词吗 嗯 嗯 算 那应该是一个月可能才一两天而已 真的 嗯 其他时间都在收集素材吗 其他时间都在想事情 我就刻意不写歌 我以前会逼自己写歌 可是我后来觉得那很痛苦 嗯 嗯 然后这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 后来觉得写歌这件事是一个对生活很很很 很用力的压榨 嗯 就你要你要很用力的去挤你的心 对 然后你才会挤出一两滴 对生活的感触 那如果没有没有对生活有那么多感触 其实硬写我会觉得那些东西不够真 那你平常都在干嘛 平常就耍废 我最近在打电动 什么的 PS4 很好玩吗 所以他就是在讲一个核灾之后的废土世界 然后你要在那个废土世界里捡一些垃圾 所以 就换成那个 巴巴巴巴巴的 所以你一直在跟自己 那个分数上面跟自己 跟自己比赛吗 是吗 就耍飞 如果不耍飞的话就 我想就在朋友的店里晃晃吧 所以你打电动的时候是一个人 还是有跟朋友一起 剪垃圾 要看游戏的内容 有一些是可以连线的就会一起 对 就会跟 跟就是合作的乐手啊 跟什么星期人一起 我们就大家连线 你说阿张喔 对阿张 阿张还能跟你一起剪垃圾 没有没有 剪垃圾这个是不能连线的 只有自己 对 所以你在打电动的时候 就是很放松 对 还是 所以你下一张专辑 可能会跟剪垃圾有关系 我觉得下一张专辑 应该就会 你已经想好了 就会 就会要等很久吧 因为打电动都在耍废 都没有写歌 可是我觉得说不定 你知道就是 你这种天生 那种创作的毛细孔打开的人 他们就随时随地 可以接收到一些啊 说不定 就哪天剪垃圾剪到 有点感伤 然后就等一下 然后我就会去旁边写 写垃圾的歌 哦 我有时候因为 我有时候就是先编 乱编一些东西玩嘛 因为我觉得 那还在摸那个 编曲软体 然后有时候会试到一些好的 好玩的音色 然后我就会觉得 诶 我要从这个音色开始 就发展 然后就慢慢可能变成一首创作 可是也有一些时候是 就是你 平白无故 就会突然想到某一些旋律 然后 然后就 脑中就一直想 诶 这样这个旋律好像不错 然后就一直 试着往下发展 因为如果 如果你是有 就是 乐器基础的人 嗯 在想这些旋律的时候 其实可以 顺便就会想到 好像要用什么和弦进行 嗯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也是先在那个 脑袋里面 画一些蓝图 你什么时候是最有灵感 像我每次洗澡的时候 就会有歌 跑出来 嗯 哇 我有 我有试过就是 骑摩托车的时候 哦 骑摩托车的时候很容易 因为我大概 每次都骑大概 时速大概四五十 嗯 很慢 嗯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速度 然后我就会 就会 就是你眼睛 虽然看着前面 但是你脑袋就可以 很放空 然后就想了一些旋律的方式 我知道了 就是你在骑车的时候 其实耳朵都一直 听到风的声音 嗯 就是因为只有风 对 所以你可以很专心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 洗澡的时候吗 因为 有时候听到水的声音 所以这个事情是跟 自然界有一点关系 可能 嗯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 太多引诱你的 嗯 的 事情了 所以你在一个行径中 就逼得你 你没有逼 你只能看前面 你不可以乱想 对 所以你就 很自然就有东西跑出来 嗯 好 歌听完了欸 嗯 好 谢谢Hush 好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今天有多帮你 再排了 两首 因为还想要跟你继续聊 好的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问 他刚刚点头 你们没看到 记得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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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次去TICC 听你唱歌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唱了蛮多的 新的作品 嗯 所以在听这张新专辑的时候 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以你头发的粉红色不见了 对 但是你的专辑还是有一点粉粉的感觉 所以你把 把那个粉红色留在你的专辑里了 因为 其实 有很粉红吗 它是粉粉的啊 它没有粉红色 但是皮肤是粉红色的 哈哈哈哈 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黏涂 对 就是赤裸的感 赤裸羔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欸我问你 你觉得写歌 因为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是中方评写词的 对 那其他的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嗯 你觉得写歌这件事情是很 寂寞跟孤独的吗 因为我其实很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 去面对寂寞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有助于你在写歌的时候 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吗 会 我觉得寂寞是一个非常好的养分 嗯 所以其实专辑的前半段有很 就是花了很多篇幅在讲寂寞这件事情 一下要孤独一下要寂寞 还有诺贝尔寂寞这样等等 对 我觉得 你知道我曾经还想过要做一些寂寞试验 就是想说我要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 觉得自己很孤独这样子 就想说 寂寞练习之 一个人去看电影 嗯 这个很好我喜欢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看电影 感觉还蛮好的 嗯 但我还是到现在不敢 也不会刻意想到要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上一次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是哈利波特的最后一集 好久以前 那是因为我太爱那个电影 所以我就去了 或者是寂寞练习之 一个人去吃火锅 我不喜欢一个人吃饭 我不喜欢 这个事情真的好寂寞 或者是寂寞练习之 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 我就是在想 这个可以 因为双人 万一双人床 然后也是一个人睡 也是不喜欢 对 我就在想说有什么练习是你做的 然后可以 真正 真正消除那些寂寞感觉的 但我发现 不行 写歌啊 你写歌就会有成就感 就可以盖掉那个寂寞 我觉得写歌的当下 写歌的当下 就是存在感 就是会让你忘掉你很孤独寂寞 这件事情 就像你手臂上刺青一样吗 机会跟命运 是一样的吗 我手上的刺青是塔罗牌 那不是 那不是 那左边右边是什么 左边是 右边是恶魔 塔罗牌的恶魔 这上面有天使 哦 看到了 哦 所以还是其实就是也是有机会 与命运在里面 对 因为我好爱 对比哦 好爱用对比的角度去看事情 就比方说 如果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很很很很很快乐的人好了 我就会让自己先到最悲伤的那个地方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点点的快乐你就会觉得 啊 原来这就是快乐 那你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快乐的 譬如说 可能我就是在那边抽一根烟 怎么这根烟抽起来跟平常味道不太一样 那就是最快乐的 有吗 例如这种 在做专辑的时候 最快乐的时候 嗯 我觉得应该就是 不小心 唱了一些 就 哎呀 怎么那么好 哦 对 你的喉咙里面有两个声音 我上次去听你表演 你的喉咙怎么会有两把声音啊 你知道我前几天跟宇宙人他们一起去录音 嗯 然后我也是唱了同一首歌 对 然后 巧玉跟那个 方Q还是 他们就说 就问阿张说 怎么会是 他有带program吗 对啊 跟我上次想的一样啊 可是他怎么有人发现合音 对 可是我也 我也不知道耶 我其实是在揣摩 就是很久以前我就会 高中的时候 十八九岁 好棒哦 我在揣摩那个烟嗓 嗯 我那时候在练那个 老鹰合唱团的那个什么啊 Desperado 嗯 然后就 那你可以唱一下 Desperado 就他 比方说他 给他唱给他唱 哈哈哈哈 我要听 那我昨天 我昨天試着发了一下那个声音 就会被 人家觉得很像火车 我要听 就比方说副歌 来了来了 他超强 哈哈哈哈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 boy She wi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啊 好厉害 你们有听到吗 我上次听他现场演出 我想说他是 是为什么 我还去看旁边有没有人 哎呦 好想再聊哦 聊不完 好吧 谢谢你今天来 然后我跟你说 那你现场表演 你可以表演吗 可以哦 现在都 就是如果可以 都会这样 那你什么时候有演出 20号 20号在高雄 Live Warehouse 12月26 在台中的Legacy 很多很多他的 有关于他的消息 都可以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Facebook上面看到 脸思转眼 脸思转眼 好不好 哎呦 下个礼拜一他那个 那个 你会来帮我代班 Oh yeah Hash DJ 你要来帮我代班哦 好啊 谢谢你 就乱聊就可以了 好 拜不 拜 不 不 为人 得 不 不 游 老 kt